诶 昨天我不是说要带你们去个地方吗 那现在我就来到的是橘子州 橘子州呢是来长沙一定要来玩一玩看一看的 就算你们有什么事一定要来走一走 走吧 我们走走 从橘子州出来突然觉得有点饿 那我们就去找点吃的 我找了一家特别有特色的餐馆 那你们去看看 为什么我要说这家餐馆还有特色呢 因为他们的菜单你根本就不用点单 就直接你跟他说你几个人 然后他就帮你们点好菜了 所以对我这种选择困难这种患者来说就超级好 因为可以不用点菜 你就还很期待他们要吃什么 什么好吃 而且他们家是一个特别有特色的香菜馆子 所以我今天是不是来这地方了呢 走 我们去看看 老板你们这边是不是是没有菜单 就是随便点了 还是你们怎么点的 我们28年就在28年那边菜单 那我们要怎么去点菜呢 是你推荐给我还是我自己 那你就直接帮我上几个 我吃的稍微多一点 就是你随便帮我上几个菜吧 上几个你推荐的菜都可以 可以可以 好 后天你安排了 好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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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喜欢这种感觉没有菜单的话就特别有惊喜 就不知道下面会上什么菜 感觉还是蛮期待的 那我们就等着我们的菜上来吧 太上齐了 果然还是惊喜的 有鱼 有虾 还有鹅肉 那我们就先从这个鹅肉吃起 铁板鹅肉好像是 可以太上来 吗 没有 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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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是 destroyed 吃 肉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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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排骨看起来有点意思 我来试它 它上面直直接接的就有一些蒜 第一口是咬到排骨的脆骨 嗯 喜欢脆骨 这排骨尝尝的是肋排 这个肉差不多一点点肉 但是肉扒在这个骨头上面 吃起来就这么舒服 我现在要泡个汤 泡个汤操作 哇 这个骨头 这个肉它是偏瘦的肉但是它不塞牙 有点点香 我写定以后我要加一个胡乃 每天都吃香菜 我特别喜欢香菜这种纯纯的辣 当你过的时候用油肉的肉泡有点汤 再加到饭里面的话 哇 简直是满足 那种放小一点会烧干就有没有了吧 嗯 反正会烧干就会很香 嗯 嗯 阿姨说烧干了 我想跟她说是我喝干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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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粥美味的香菜 我想说吃的饱饱的呢 那我们应该去散散步 走吧 来长沙 如果想感受一下长沙的历史文化 就一定要来天心阁内 古城墙外走一走 因为天心阁的地理位置比较高 然后地势比较显耀 所以以前古说打仗的时候 它都经常用的 是兵家必争之地 非常严重的地理位置的 因为它都面 chi 在面的地方 因为它会有点强烈的 它要来天心地 非常严重的地方 走 同学 你好 那个大肉肠在哪里买呀 大肉肠 你是朵一吗 朵一 是 前面吗 就在那 对 叫什么名字 就是冬瓜山肉肠 就是拐角是吧 对 好好好 还有要买的是什么呀 这边冬瓜山 对 还有个紫苏 紫苏桃子姜在哪里 就在它旁边 就是那个叫什么 靖谷味道 好好好 拜拜 谢谢 谢谢 好 拜拜 其实我一开始以为 冬瓜山是一座山的 没有想到它就是一个社区而已了 走 走走 这里这里 冬瓜山肉肠 哇 好激动呦 这个地方好隐蔽 跟小小的像一个家属那样 哇 它这只是个小窗口 人在这个廊门上面排队嘛 原来看2块5一根 就是这种小小的一根 你看 它外面是果果辣椒的 它这个皮是那种 有点酥酥的脆脆的 还有点绵扯 就是有点扯扯的 而且里面是爆油的那种肉 哇 好香 一口下去 那个肥油就 哇 爆出来了 紫苏桃子姜 哦 这个地方是 柿子的味道 我要一个猪油拌粉 紫苏桃子姜 哇 我的猪油拌粉 热气腾腾的上来了 猪油拌粉一定要吃热吃 因为它待会会凝固猪油 我们现在就把它拌起来 哇 一开始饭就闻到猪油的香味了 而且还有一颗一颗的葱香味 那种感觉 哇 它上面放了一点点的辣椒 我猜它应该是个比较清淡的口味 哇 这次我来长沙 刷身了对粉的认识 而且还理解了什么叫缩粉 就是 果然缩一口粉 就是长沙的灵魂 它是那种酱油味 会比较浓的那种 它是一点都不会醒 喜欢这种猪油裹酱油的感觉 吃吃这个紫苏桃子姜 其实我觉得我好像在川鱼地区 很少听说过要吃紫苏这种说法 有点幸福 甜口和咸口交叉的入口的味道 它的那种口感很奇特 很神奇 我第一口是吃到的姜 第二口吃到的桃子味道 然后最后一下子就是紫苏味道 就一下子打门了 紫苏在我眼中 它是什么样的存在 它到底是个菜还是个调料呢 哇 而且它的香味特别奇特 我吃到姜味 它是丝状的 是一下子看到姜味肉 突然就出来了那样的 我觉得如果你以前没有吃过 才吃到第一次的话 一定跟我一样磨刺了 哇 还可以羊梅 这羊梅一看就很好吃 哇 这包质感 这酸最甜 极好茶的 好茶就是好英伟 好英伟 有点有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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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点美食 看看我们还能找到什么好吃的 走吧 是臭豆腐吗 有啊 我要一份 我要辣一点 多一点辣 闻着味道都找到了有个臭豆腐 然后马上就过来买了一份 它一份有八块 然后我点的是辣的 辣的 你是几口味道 迷恋臭豆腐的味道 有没有跟我一样 啥伙伴呀 它外面这个盒有点磨性 不是那种软的 也不是那种很脆的 就是那种有皮的感觉 嗯 我发现在湖南吃臭豆腐 永远不会踩到雷 哇 终于买到的热乳 它的味道 是那种很香的热乳 感觉有一种老长沙的味道 学校旁边感觉都很多这种 卖卤菜的地方 它很受学校的欢迎 但是学校外面的一般都很辣 这个没有辣味 我要加点辣椒 阿姨帮我加点辣椒吗 可以啊 阿姨笑我 我让她给我加辣椒 她笑了我 她肯定觉得这样很辣 哇 这种荤素搭配就特别合理 两荤两素 你是自己选的 而且这个包菜和牛肉 然后香肝这些 还有鹅肠夹到一起 哇 它的口感又脆又软 哇 我要谢谢我的小花族们 给我阿姨的这个丹丹热卤 好吃 好吃 好了 这就是我送你们的一朵 长沙时光 希望你们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榴莲臭豆腐 我要吃个榴莲臭豆腐 来到长沙 还没有吃个榴莲臭豆腐呢 叠一个榴莲臭豆腐 没有榴莲豆腐 没有榴莲豆腐 三个叫这套 哈哈哈